谁能想到,CIA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岩鼠,仅仅就是为了博取红颜一笑,而轻易倒向了苏联人的阵营。1985年4月,时任CIA反间谍部门的高级专员埃姆斯,毫不掩饰地走进了苏联驻美国大使馆。 埃姆斯的叛变,对于CIA无疑市场巨大的浩劫。五个月后,CIA高层批准了一项代号巨毛的秘密行动。 像往常一样,莫斯科情报专员山姆刚走出大使馆,KGB特工立刻就尾随在了身后,整整花费了三个小时,山姆才好不容易摆脱了对方。 然后他按照约定的时间,将一叠卢布放入了指定地点,完事后还不忘留下一个特殊标记。 就在山姆准备离开时,却突然发现了奇怪的一幕,毕临风衣男朝着他的方向走了过来,边走还边挥手质疑。 由于距离太远又加上天色太黑,山姆无法准确看清对方的样貌。 接着还未等山姆做出反应,大批KGB特工突然一拥而上。 前前后后经历了十多个小时,最后还得是白宫方面的介入。 山姆才被送上了前往美国的专机,他也因此被苏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就在山姆被驱逐出境的同时,那名叫巨毛的高级线人,也在卢比扬卡监狱内被秘密处决了。 等到山姆返回到美国,反间谍部门第一时间对其展开了询问。 整个过程中除了巨毛的突然现身,其他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原本按照间谍守则,操作员和线人,根本就不应该同时出现在同个地点。 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得巨毛违反守则突然现身了呢? 就在众人感到疑惑的同时,巨毛的死讯也传回了总部。 山姆对于这个消息感到十分的悲痛,当初正是他花费了极大的代价才成功策反了巨毛。 这些年也正是凭借巨毛所提供的高价值情报,CLA才能在这场博弈中屡次战得先机。 其实山姆等人还不知道的是,巨毛行动的失利还只是冰山一角。 在过去的三个月中,CLA已经连续损失了许多的情报人员, 并且这种情况还在持续恶化。 如果不是KGB走了狗屎运,那么就肯定是CLA内部出现了大麻烦。 此事被局长暂时压了下来,他希望在总统得知消息前, CLA内部要尽快将这只岩鼠给挖出来。 根据局长这次透露的信息,在结合山姆所讲述的细节, 山蒂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KGB应该早已获悉了巨毛行动的内容。 整个行动完全就是个陷阱,KGB之所以要演只出戏, 很可能就是为了掩护背后的那只岩鼠。 可惜如果他们的格局再大一些,说不定这只岩鼠就要露出马脚了。 加入了CLA二十多年,埃姆斯混得那是一点都不如意。 为了一个虚伪的女人,埃姆斯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但依然满足不了情人的欲望。 为了将心爱的女人留在身边, 埃姆斯最终不惜铤而走险,将机密情报卖给了苏联人。 从此贪婪的欲望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好景不长。 两个月后,一名苏联男人突然出现在了美国驻罗马大使馆门前。 男人的出现,令得埃姆斯整日都生活在了恐惧之中。 就在CLA接连遭遇重创的时候, 匿名KGB上校毫无征兆间就倒向了美国人。 维塔利·尤尔勤科,时任克格勃第一总局副处长。 这哥们可是实打实的高官啊。 其手中所掌握的机密情报,足以彻底打破冷战的局势, 白白捡了一份大力。 这可把美国人给乐坏了, 他们连夜就将尤尔勤科送上了专机。 可正所谓有人欢喜有人愁。 自从尤尔勤科踏入美国大使馆的那一刻, 埃姆斯心中就充满了恐惧。 然而更加令他炸裂的是, 处长竟然要派他去审讯尤尔勤科。 这下可真是把埃姆斯推到了悬崖边上。 虽然内心害怕到了极点, 但尤尔勤科的叛变已经成为了事实。 埃姆斯也只能硬着头皮前去迎接。 期间思考了良久, 埃姆斯还是决定先浅浅地试探一下。 眼见尤尔勤科对自己的名字没有反应, 埃姆斯暂时也算是松了口气。 接下来无疑就是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 尤尔勤科开出了四个条件。 第一要给予他和情人美国公民的帝文, 第二要一次性付给他一百万美元现人费, 和每年七万美元的永久薪酬。 第三就是自己患有癌症, 美国方面必须全力为他免费治疗。 第四就是自己的身份必须保密, 尼勤家人在苏联被吊销了户口本, 至于他要拿什么作为交换, 那自然是潜伏在CIA内部的严署, 但CIA也不是傻子。 在还未确认情报是否真实的情况下, 他们自然不会答应尤尔勤科所提出的条件。 为了表示出诚意, 尤尔勤科供出了那名岩鼠的代号,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这些话差点就将埃姆斯给吓尿了, 他赶紧借口要去向总部核实, 而暂时中断了这场谈话。 与此同时, 反间谍部门也在加紧核对资料, 他们需要从千万份行动报告中, 核查出与罗伯特先生相扶的内鬼。 其中山地在翻查到巨帽的资料时, 不禁回想起了自己的第一个任务, 巨帽原是苏联军队的一名上校, CIA在1972年的时候成功将其策反, 当时正值美苏两国签署反导条约的时期, 美国人迫切地想要得知苏联弹道导弹的威力, 于是美国人便为巨帽提供了一部相机, 相机内部集成了美国人最新研发的高科技, 可以在百米范围内无线传输数据, 这在当时那个年代, 无疑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黑科技, 之后巨帽乘坐着公交车, 在行驶到美国大使馆门前的时候, 偷偷打开了相机中的传发装置, 画面再次回到85年, 已经站到悬崖边上的埃姆斯, 趁着为尤尔勤科主花茶的时机, 偷偷拿出了藏在钢笔中的情话甲, 其实在接到审讯命令的那一刻, 埃姆斯就想好了杀人灭口, 但在现在这个结果眼上, 无论尤尔勤科发生了任何意外, 现场所有人都会成为嫌疑对象, 这么看来,左右都是个死, 那还不如拼死搏上一把, 说不定就能单车变摩托呢, 就在尤尔勤科即将饮下花茶的时候, 埃姆斯突然又再次问道, 他还想最后再确认一次, 这个答案令的埃姆斯猝不及防, 他借口走出了审讯室, 然后赶紧将口中的药丸吐了出来, 他没有胆量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去毒害尤尔勤科, 因为一旦他那么做, 自己的身份必定会被识破, 所以他将药丸含在了口中, 只要尤尔勤科当场指认了他, 他立刻就会咬破药丸服毒自尽, 不过现在来看, 已经完全没有这个必要了, 霍华德, 前CIA特工, 曾以史上最优异的成绩毕业, 就在高层准备将其派往莫斯科情报站的时候, 霍华德被查出有吸毒和酗酒的前科, 放眼全世界任何一个情报机构, 这都属于是天大的忌讳, 由此霍华德遭到了CIA的解雇, 但是冷静过后, 山蒂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一个被开除的学员而已, 真就有这么大的能力在其中搞风搞雨吗? 这是一场猫捉老鼠般的间谍游戏, 由于CIA在国内没有执法权, 于是便轮到了FBI开始登场, 虽然因为吸毒和酗酒而被CIA所解雇, 但霍华德好歹也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特工, 更别提这哥们还拿过最优异的成绩奖章, 所以在霍华德探来, FBI的这些小伎俩简直就是破绽百出, 得知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霍华德并未自乱阵脚, 首先他必须要确认一件事, 起初老夫人还想要揣着明白装糊涂, 可很快他就被打了脸, 面对两名FBI反间谍探员的询问, 霍华德表现得镇定自若, 可当对方反复问及他是否有向KGB提供过情报时, 霍华德一时间却陷入了沉默, 其实一直以来, 加入CIA都是霍华德的梦想, 1982年底, 霍华德以优异的成绩被挑中前往莫斯克工作, 但在那个年代, 每个被正式任命的特工, 都必须要经过测谎机的测试, 当被问及是否吸毒和酗酒时, 他的答案被测谎一出卖了, 吸毒和酗酒乃情报机构的大计, 霍华德一下就占了两项, 因此CIA不得不将他解剖, 梦想如此轻易地就被破灭了, 霍华德自然是非常的不甘心, 他发誓一定要让CIA付出代价, 两年后, 霍华德趁在维也纳休假期间, 暗中和KGB达成了出卖情报的协议, 得益于他所提供的情报, 数十名潜伏在苏联的美国间谍相继落网, 此刻霍华德已经站在了风口浪肩上, 面对FBI24小时全方位的监控, 要不了多久, 他的罪名就会被坐视, 到时再想逃就晚了, 于是在和妻子商量过后, 两人决定立马就动起来, 途中他们利用大货车作为掩护, 暂时甩开了FBI探员, 然后在一个弯道附近, 霍华德成功跳车逃走, 妻子则装作若无骑士般继续行驶, 很快FBI就再次追赶上来, 放眼看去, 两名目标人物都还在车内, 傻乎乎的FBI还不妄想上级邀功, 殊不知对方的计策已经得逞, 直到一小时后, CIA才收到霍华德叛逃的消息, 科长亚特止不住自己的暴脾气, 对着处长就是一顿抱怨, 大意就是FBI全是饭头, 在当时那个年代, 这两个冤家相互看不顺眼, 那都是在平常不过的视角, 回过头, CIA还要继续履行约定, 埃姆斯亲自将尤尔勤科送到了情妇的住所, 结果却是亲眼目睹了一出烂俗的孽狗戏, 大体就是敲开门后, 一对痴男愿女开始情意绵绵, 但是之后的剧情就不按照剧本走了, 当尤尔勤科说要带着女人私奔时, 这位女士压根没有感激涕零的收拾行, 而是表示你行啊, 你让我抛下家人, 冒着被KGB全球追杀的风险跟你私奔, 当代苏联男性都自信到这个程度了吗, 如果你要问我男人什么时候最难堪, 此刻的尤尔勤科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过这哥们也是个狠人, 他为了女人可以不惜投靠敌人, 在被打脸之后, 又再次动起了回国的心思, 借着尤尔勤科甩掉了身边的特工, 紧接着他就出现在了苏联驻美国大使馆, 当着现场众多新闻媒体的面, 刘尔勤科开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讲述自己是如何如何被CI绑架的, 说实话, 这哥们不去当演员真的可惜了, 这场采访被CI看在眼中, 众人脸上的表情就像吃了屎一样, 虽然有心反驳, 但却拿不出任何的证据, 于是这口恶气也只能憋回去了, 几经辗转, 霍德华顺利叛逃到了莫斯科, 在这里, 他还将继续让CIA付出惨痛的代价, 认清了当下的形势, CIA内部也终于是做出了调整, 随着机密情报不断被外写, CIA在东欧地区又接连遭遇了重创, 为了尽快堵住内部可能出现的漏洞, 高层紧急召回了一名反间谍专家, 珍妮加入CIA已有40多年, 他在内部调查方面有着非常独特的嗅觉, 或许是感觉到了危险, 埃姆斯被迫使用了紧急联络暗号, 这次他张口就要100万美金, 他已经想好了, 自己最后再大干一票, 完事立马就带着情人逃出美国, 有了KGB的承诺, 埃姆斯转头就开始了行动, 他趁着资料保管员外出的时机, 偷偷盗取了所有情报人员的档案, 这些档案中所涉及的人员, 全都是有可能关联到埃姆斯身份的间谍, 他这次不仅要从苏联人手中换取大把的美金, 还要趁此机会扼杀所有对他有威胁的人, 有了这些机密情报, KGB立刻就展开了行动, 毕临叫瓦列里的特工, 突然被命令护送尤尔秦科返回莫斯科, 对于这个差事为何要落在自己头上, 瓦列里并未多想, 紧接着, 毕貌遮体的瓦列里出现在了一处河边, 原来瓦列里是CIA的卧底线人, 他不惜冒着暴露的风险, 也要将尤尔秦科回国的消息传递出来, 由此看来, KGB很可能要将尤尔秦科灭口, 可惜CIA对此却无可奈何, 很快尤尔秦科就回到了莫斯科, 他曾无数次幻想了自己的结局, 但与想象中不同的是, 民众都将其当成了英雄, 当然, 这一切都是KGB安排好的, 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 瓦列里立刻就想将情报传递给CIA, 可惜他再也没有机会了, 可怜的瓦列里, 直到此刻才明白自己的身份早已暴露, 作为双方合作的回报, 埃姆斯如愿以偿得到了一百万美金, 最近一个月内, 接连又有六名情报人员死亡, 为此CIA已经一年多都没有招收新人了, 等到他们都成为了光感司令, CIA迟早也要沦为二流的情报机构, 为此高层给予了珍妮更多的授权, 整个特别行动小组都要向其汇报, 并且房间内的所有资料都要进行隔离, 也许是察觉到局势变换的太快, KGB高层也打算及时调整策略, 这步棋如果走对了, 那么将会极大限度保护埃姆斯的身份, 策略的第一步就是美元计, 并名叫吉米的使馆安保人员, 不知不觉就踏入了KGB的陷阱, 接着好戏就来了, 女孩自称叔叔想要参观美国大使馆, 他恳求吉米帮忙混过安保, 虽然明知这种做法违反规定, 但吉米还是没能抵住女孩的苦苦哀求, 事后吉米才发觉自己被骗了, 于是他主动选择了自首, 鉴于使馆已经被敌客所渗透, 站长只能无奈宣布了应急措施, 这一幕简直不要太疯狂, 仅仅凭借一个美元计, KGB就暂时冻结了整个莫斯科情报站, 然而接下来还有更疯狂的, 原本一名主动要求叛逃的KGB客工, 在拿到钱和护照后, 竟然放起了CIA的鸽子, 其实这一切都是KGB的把戏, 目的就是为了获悉CIA的叛逃程序, 这样就可以根据敌人的程序, 制定更加严密的反叛逃措施, 一直以来, CIA都在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最后高层为了摆脱这种尴尬的局面, 决定关闭特别行动小组, 这个决定瞬间令的众人炸开了锅, 大家辛辛苦苦地追查严蜀, 结果到头来却抵不住高层的一句话, 由于埃姆斯的变解, 导致大量机密情报被苏联人所获取, KGB也由此在内部展开了一场大清洗, 许多深度潜伏的西方间谍都被揪了出来, 代号巨帽的玻利考夫将军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与其他变解者不同的是, 玻利考夫的变解并不是为了金钱,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德意志帝国大举入侵至苏联境内, 当时还未成年的玻利考夫, 被迫加入红军一起抵抗外来的侵略者, 由于在战场上屡舰齐功, 玻利考夫在军队中如同火箭般直线窜身, 随着希特勒的战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是落下了帷幕, 但紧随而来的就是华约和北约的对峙, 这两个世界最大的军事组织, 曾数次令的全世界爆发足以毁灭全人类的核战争, 也正因为见识过战争的残酷, 玻利考夫才不愿子孙后代继续经历战火的摧残, 在七十年代初, 玻利考夫意识到唯有打破双方之间的平衡, 才可能尽早结束这场毁灭全人类的危机, 美国人也正是在此期间, 通过数次和玻利考夫的接触, 最终才如愿以偿策反了对方, 接连三天无休止的言行逼供, 玻利考夫最终还是屈服了, 他不想牵连自己的家人, 但他不知道的是, 早在他被捕的同时, 儿子就已经被迫选择了自己, 好在有人及时出手救助, 孙女才得以被偷偷送出了国境, 此时在CIA总部内, 因为特别行动小组被解散的缘故, 山蒂决心辞去CIA的工作, 但在他临走前, CIA收到了一名低级线人传回的情报, 玻利考夫已经在卢比扬卡监狱被秘密处决了,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 令得山蒂再次改变了主意, 他决意要追查出那只潜伏的岩鼠, 而与玻利考夫的命运结案相反的是, 埃姆斯终于迎来了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 他被正式任命为CIA驻罗马情报站站长, 不过在任命生效前, 埃姆斯还必须经过一道例行测试, 在当时那个年代, 想要完全辨别出某人是否撒谎, 测谎仪就是最好的辅助工具, 但是机器毕竟是机器, 对于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 只要掌握好方式方法, 骗过测谎仪也不算难时, 当得知自己通过了测试, 眼眉而泣,他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可惜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 四年后的1989年11月9日, 象征的德国分裂和冷战的重要标志性建筑, 毕丽了28年的柏林墙轰然倒塌, 1990年两德统一, 随之而来的就是苏联解体, 美国则趁势开始挑拨离间, 使得东欧国家一个个各奔东西, 最终华约组织也当然无存, 至此北约形成了一家独大的局面, 苏联的突然解体, 令的CIE时间也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失去了KGB这个强大的对手, 许多特工也开始面临下党的问题, 埃姆斯的美好时光也就到此结束了, 度过了六年的情报站站长生涯, 高层决定将其调派至基督局工作, 再回到华盛顿后, 埃姆斯一次性支付了50万美元, 购买了一栋郊区的豪华别墅, 这也成为了他暴露痕迹的最终因素, 而与此同时, 山蒂和珍妮也并未放弃追查那只眼鼠, 他们经过六年的调查整理, 逐步将嫌疑员缩小到了160人, 其中埃姆斯的名字就为列榜首, 在没有丝毫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山蒂强烈要求对埃姆斯展开监控, 但此时埃姆斯已经是位于高管行列, 贸贸然对一名高级官员展开调查, 这显然是会触动高层的神经, 为了消除山蒂等人的疑虑, 同时又为了不惊动埃姆斯, 处长决定对所有人进行一次例行测谎, 埃姆斯自然而然地排在了第一位, 结果却是显而易减, 就连技术人员都表示, 自己从未见过这么完美的测谎表现, 这次之后, 所有人都打消了疑虑, 但唯独山蒂例外, 他始终坚持埃姆斯就是那只眼鼠,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同时提供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 原来埃姆斯的妻子并不是富家子弟, 所谓的继承家族财产都是谎言, 但夫妻俩却是一口气拿出了50万购买豪宅, 这足以说明问题的所在, 历史到问题的关键之处, 山蒂赶忙逐一复合了埃姆斯的所有财务记录, 根据记录所显示, 埃姆斯在担任CIA和KGB联络官时期, 每次在和KGB官员进行完会面后, 都会在第二天将一笔现金存入银行, 由于金额小于1万美元, 所以银行也不会上报至国税局, 而这也就成为了山蒂等人忽略的关键点, 面对数额巨大的财务问题, 小组成员再次进行了举手表决, 最后所有人都赞同将此事上报给局长, 1994年的某一天, 一名俄国女孩在男友的安排下, 静止走进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女孩的突然出现, 为CIA的内部调查迎来了一线转机, 鉴于情况紧急, 高层立即指派山蒂飞往了柏林, 当晚在一处约定地点, 女孩的男友亚历山大也准时出现了, 确定完对接的暗号, 两名CIA特工随即带走了亚历山大, 根据亚历山大所供述的情报, 他在前苏联解体时, 无意间在对外情报总局接触到了一些机密文件, 其中有一份资料中, 就记录了关于潜伏在CIA内部的严数, 口说无凭, 亚历山大随后拿出了一份 CIA驻罗马情报站发出的电报, 内容是关于CIA限制 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通信的指示, 这份电报当时在KGB内部炸开了过, 因为他的矛头直指CIA局长和白宫高层, 在这封电报的下方, 清楚著名有埃姆斯的名字, 至此特别调查小组总算是掌握了埃姆斯叛国的铁证, 接下来通过司法部的授权, FBI立即对埃姆斯采取了全方位的监控, 他的屋内以及办公室都被安装了微型摄像头和窃听器, 而为了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高层再次为埃姆斯精心布置了一道陷阱, 他们谎称要将埃姆斯调任至莫斯科出任情报站长, 想要以此诱惑埃姆斯再次献出原形, 一切果然不出众人所料, 就在诱尔放出的当晚埃姆斯就有了动作, FBI探员连夜对垃圾进行了排查, 终于是拼凑出了一张未被销毁的纸条, 上面的笔记是埃姆斯亲手所写, 内容则是我已准备好10月1日在B见面, 至此, 埃姆斯判国贩卖情报的罪名, 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于是司法部决定立即逮捕埃姆斯, 1994年2月23日清晨, 埃姆斯驾驶着豪车正要赶往机场, 突然间, 大批FBI特工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 眼见事已至此, 埃姆斯心中明白自己已经大事已去, 同时妻子罗萨里奥也在家中遭到了逮捕, 通过后来的审讯及调查, 证实埃姆斯一共出卖了25名中情局特工, 导致他们当中10人被处死1人自杀, 埃姆斯案件和中情局这一丑闻曝光后, 美国舆论哗然, 朝野震动, 克林顿总统认为, 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 他要求彻底调查和评估此事对美国造成的损失, 最终埃姆斯被判处终身监禁, 由于他在申诉书中极力为妻子辩解, 罗萨里奥最后在服刑了5年后, 于1998年被释放前返回了哥伦比亚, 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的暴露, 成为美国情报史上, 在职情报人员为外国提供绝密情报的特大丑闻, 同时也是CIA历史上最大的耻辱, 敌人亡我之心不死,间谍无处不在, 我们国人也要时刻保持警惕。